大家好,马上结束我的印度之行,在飞往斯里兰卡,印度呢,这次收获非常大,给大家聊聊这个一路上的感受吧。 先说第一个感触比较深的,就是印度的这个医疗,成本非常的低。 这次的印度,这个有个想法,大家也可以试着去这个方向去创业,就是在这个地方呢, 我们发现了这个,在癌症,白血病这个领域,它的成本要比国内低很多很多,至少一半。 有的地方,要便宜三分之二,也就是说,国内一百万,做一场手术,在这边花三十万,就够了。 所以说,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,大家可以去,试着去研究一下这个领域该怎么创业。 我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?因为我在轻松仇上面,爱心仇上面,经常做这些,这个,就是这个捐赠,慈善公益的事情。 在这过程中呢,发现很多人是募不到资的,还能大约就是募个三分之一,甚至四分之一。 比方说,他做手术要花个二十万,他弄半天募了五万块钱,就了不起了。 很多人募不到资,那做手术的费用就不够。 所以说,中国这个化疗啊,放疗,这个成本特别高。 而且呢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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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逻辑呢,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新的一个思路。 啊,就是,呃,在轻松仇上面,募不完资的人,募不到资金的人,没钱看病的人,你可以考虑来印度来看病。 啊,那这边印度,呃,成本一是低,二是呢,呃,技术还非常好。 啊,因为这个,欧美的很多的,这个,人呢,也都到印度来看病,因为成本太低了,而且水平和欧美的水平一样高。 啊,这边的这个,因为他们的做的病例的这个案例特别多,所以他们这个技术就高,啊,是什么意思? 因为毕竟是一个13亿的人口的一个国家,啊,所以说我呢,这个希望有一些创业者能在这个方向去做一个这种,啊,平台啊。 啊,比方说你可以在这边启动一个项目,啊,专门接待从国内,或者组织在国内得了癌症的,啊,得的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,成本在中国贵。 但是在印度非常便宜的这种手术,啊,组织这种人来这边来看病,啊,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创业方向,啊,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大的VC的支持,啊,所以说这个具体的细节我就不用太说了,因为很多东西都得自己去调研考察。 啊,反正我大体知道的是有这么几个方向,是,呃,这边成本比较低的,嗯,第一个是牙医,啊,这边的牙医呢,呃,技术非常好,啊,但这个呢,嗯,这不是什么要命的事,啊,第二个是这个青光眼,也不是什么要命的事,啊,有一些,这个领域呢,中国是称之为黑市,啊,就是器官移植,倒卖器官这种市场是黑市,在这边呢, 又比较灰色,啊,就有些人呢,他愿意捐一个自己的肾出来,卖个肾出来,啊,他穷嘛,有的人呢,想买一个肾,他们就在这边进行黑市的买卖,器官,啊,呃,听说是一个偏向于灰色的一个产业,但是听说是比国内便宜太多了,呃,这个领域呢,大家也可以去关注,反正就是说,印度在这个领域里面创有机会很多,啊,希望大家来 在印度考察一下这个市场,啊,就是说跨境医疗旅游,啊,跨境医疗,呃,这个手术,跨境医疗,呃,这个之旅,啊,中间的对接平台都是有很多机会的,啊,甚至可以做一个品牌,呃,去做这个生意,好吧,先聊到这儿。 感谢观看